最近在台湾人气急升的郁可维 早前被质疑曾经在中国内地发货翻唱专辑 而遭到有关当局撤销他在进取奖 最佳新人的入围资格 对于此事 乐观开朗的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他依然带着愉快的心情 来马宣传新专辑《蓝短裤》 其实我很开心 然后自己能够到马来西亚来做宣传 因为之前有在台北做宣传 然后我的歌有大西历人气这部剧 然后其实很多马来西亚的 就是包括我那天做签唱的时候 已经看到很多人会唱我的歌 其实我已经很满足 虽然错过了一生只有一次的 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音乐梦想 反而感激评委之前对他的认同 他也自信地表示 会将专辑越做越好 其实说实话就是前一段时间 听到自己入围金曲奖 我觉得作为一个平凡的歌手来说 甚至是像我作为一个新人来说 然后都会非常的开心 那我当时是很激动很兴奋 然后呢就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 被取消之后 那肯定是会非常的遗憾 可是呢我想说还是谢谢评委 之前对我的肯定 不然的话就是没有我的名字 出现在那个就是听名单上 随着台湾电视剧 犀利人气而爆红 郁可维也在记者会现场 演绎该电视剧的插曲指望 让媒体大饱耳福 此外 郁可维也凭着指望一曲 在中国内地 台湾等地区 各大流行音乐排行榜 获得极高的评价 更稳坐冠军宝座 郁可维对此表示非常开心 没想到指望这首歌 会获得这么大的好评 就是这样的结果 就是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过 那也是非常开心 也很感谢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放到这个连续去 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我想之后 我想说之后的更多的作品 一定会更好 拥有一把好声音的郁可维 除了能唱之外 也擅长声音演绎 他表示他最喜欢模仿 卡通人物的声音 希望接下来能够参与 卡通动画配音 而在媒体的要求下 郁可维也很大方地 小秀一段猫狗的叫声 还真的挺像哦 因为小猫就喜欢你的时候 你走过去 它就会过来就是这样 对啊 对啊 撒娇啊 对对对 海索尹娱乐最Live 这一块儿都 Santa 对对对对 听 folklore